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洞穴都是各不相同 都是充满了神秘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洞穴 其中也有很多让人随以所思的怪事 不久前的一天 家住福建的地质探险爱好者小李 偶然间发现了一处深山崖壁上的巨大洞穴 作为地质爱好者 小李探访过许多洞穴 但那一天展现在他面前的巨大洞穴中的景象 还是让小李惊诧不已 将近百米高的洞穴中 竟然微额屹立着一座寺庙 而巨大的寺庙 居然只有一根立柱举城 远远看去仿佛悬在空中一般 沿穴之中 为什么建起了寺庙 一根立柱 怎么能拖起了整个寺庙 种种疑问 让小李百思不解 根据小李提供的线索 2013年6月 碧莉中国栏目组 跟随高级工程师梁诗经 来到泰宁展开深入调查 梁诗经 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多年从事福建省地质立贸研究和勘测工作 小李偶然间发现了神秘洞穴中的寺庙 名叫甘露岩寺 对于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境内 属武夷山脉南路 距离福州市三百多千米 由于甘露岩寺 位于泰宁县城二十多千米处的金湖景区西岸 科考队从泰宁县城出发后 选择水路乘船前往 一个多小时后 科考队来到了甘露岩寺 站在巨大的岩穴前 大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整个寺庙隐藏于峭壁居上的 巨大天然岩穴中 而一根粗大的立柱 拖起整个寺庙 两三层的庙宇建筑 怎么能被一根立柱支撑起来呢 寺庙附近多有平地 可先民又为什么把寺庙 出现在绝壁的洞穴之中 一个个疑问摆在了科考队面前 带着种种疑问 科考队首先对岩穴所在的山体 进行考察 对泰宁地区地质地貌十分熟悉的 梁诗经研究员断定 这里属于泰宁地区典型的 丹霞地貌 甘露岩 是丹霞共行动 山家告诉我们 至今一亿多年以前 我国东南地区频繁发生剧烈的地质运动 到至今约八千万年前 这一地区的很多岩层 守地质地财升 形成了高山 由于不同区域的财升存在差异 致使高山间形成盆地 当初的泰宁地区就形成了一个 四百多平方千米的盆地 每逢雨季洪水泥湿流 从盆地周围的高山上 携带大量岩石碎屑冲击到盆地 由于沉积物中含铁较多 大量铁的氧化物 使沉积层呈现出红色 这也就形成了泰宁的丹霞地貌 随着科考队对寺庙所处的环境 仔细考察 专家发现了甘露岩寺 所在岩学的独特之处 它上宽下窄 整体成一个倒三角形 而这也正是一根柱子 托起整个寺庙的主要原因 甘露岩 它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拱行动 所以它两边的崖壁 实际上底部崖壁是向内倾斜的 然后它前面再加一个立柱 这样实际上这个立柱 它只承受到建筑物的少部分重点 据介绍甘露岩寺修建于宋绍兴十六年 在建造时工匠们巧妙利用了岩学独特的倒三角形 把寺庙的横梁搭建在崖壁的两端 这样寺庙的大部分重量 都通过横梁传递到了两边崖壁的岩石上 而我们看到最下方的巨大立柱 则只是支撑横梁起到加固作用 看着仿佛一根立柱支撑起寺庙 我们不得不佩服一千多年前 我国古代仙民的智慧和庙下 而同时又一个巨大疑问 摆在了科考队面前 洞穴中修建庙宇 难度可想而知 而岩学附近有多有平地 仙民们为什么要舍异求难 选择修建在距离地面将近百米的洞穴之中呢 难道洞穴和这里的仙民 有着某种神秘的历史渊源吗 这还真是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平地上要建筑一个房屋 要比距离地面百米的地方 洞穴当中建筑房屋要容易 为什么甘露岩寺偏偏要选择 在岩洞当中建造 科考队跟寺庙的管理者询问了这个问题 大家都说不太清楚 但他们给科考队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 在甘露岩寺附近有一个村子 那里也有一个巨大的岩洞 这洞穴里仍然有人居住 他们还在这个岩洞当中盖起了许多建筑 那里的居民们也许了解 在这个洞穴当中建筑房屋的原因 听到这个线索 科考队决定前去一看究竟 用了半个多小时 科考队来到了学居人所在的村落 这里四周峡谷环绕 逆临重生 互似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寨 山寨中只有一处巨大的洞穴 和一座二层农家小楼 有没有人 这家上锁了 对 不过锁还挺新的 对 通过观察 科考队发现 房屋的主人应该有段时间 没有在这里居住了 不知道是有事外出 还是已经搬走 但从以学而建的房屋 和房屋上的门牌号码 我们推测 这里曾经不止居住的一户人家 这座二层小楼 应该是近些年新建的 小楼的左边是一座巨大的岩穴 岩穴中只剩下一些东到西歪的梁柱 但还能依稀看出老房屋的格局 想必这里的居民 曾经多年居住在这岩穴中的老房屋里 经过询问附近的居民 我们得知 这个名叫圣丰岩的巨大岩穴中的一些住户 搬到了距离此地六十多千米的 一个叫张地村的地方 得到这个线索 科考队决定驱车前往张地村了解情况 可就在车行驶二十千米后 前方道路突遇塌方 致使科考队无法前行 哇 这塌方也太厉害了 这走不了了吧 这一突发情况让科考变得进退两难 现在这边还没办法从其他方向走 要往很多了 要到往龙岸那边吊球那边过去 从龙岸吊球那边 通过询问 科考队了解到 前往张地村 除了公路 还可以选择水路通行 于是我们决定 改成最原始的竹法赶路 这里名叫上青溪 全长五十多千米 整条溪流 蜿蜒在山巒叠仗的去石翠峰之间 千回百转 科考队成舟顺流而下 起初急流险攀重拙 逐阀速度很快 大家看着小小逐阀 在狭窄的幽谷间穿梭 都不仅捏了把汗 半个多小时后 流速逐渐变缓 大家紧张的心情 才放松下了 科考队乘坐的竹法 还在顺着上青溪漂流 而科考队发现 两侧的崖地上 有很多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的洞穴 这些奇特的景观 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专家告诉我们 泰宁地区丹峡地貌的红色岩层 在地质地财生等作用下 形成大小不一的裂系 而岩体本身含钙质丰富 这就为一些小的生物 提供了天然的生存场所 这些生物分泌的酸性物质 很容易侵蚀岩石 经年日久 就会形成小的岩穴 而小的岩穴 又由于长期自然风雨的侵蚀 和重力崩塌 逐渐形成了形态各异 大小不一的洞穴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漂流 科考队很快就要抵达目的地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狭长幽深的峡谷 出现在科考队面前 大家都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但给我们百度的烧工 却表情自如 自信满满 为了给大家缓解紧张 他给我们唱起了家乡的小调 听山歌赏美景 紧张之中又不发刺激 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而不知不觉中 科考队就要和烧工告别了 烧工师傅 再见 再见 辛苦了 一路盛 谢谢 张地人告诉我们 这里距离我们探访 盐学中建筑房屋秘密的张地村 还有两千米的距离 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 科考队抵达了张地村 而展现在大家眼前的 是一排排整齐民居 演映在群山密林之中 并没有巨大的洞穴存在 经过走访我们得知 张地村环境湿润 土地肥沃 四周的山体上 也没有足以建造房屋的 巨大盐学 至于为什么有人 在盐学之中建造房屋 他们也不了解 但在张地村 大家的生活 还是和盐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村里年长的老人说 张地村周边的山崖 绝壁上的盐缝和盐学中 生长的许多珍贵药材 而其中很多价值不菲 黄蜂草啊 这个八宝林啊 很多很多 经过进一步了解 我们得知 在村民所说的药材中 有一种回魂仙草 最为神奇 相传 将其枝叶喂入病人口中 能令人起死回生 为了弄清楚七中端倪 科考队找到了村里 曾经采摘到 回魂仙草的朱师傅 一问究竟 但灰魂仙草究竟是什么药材 他也说不清楚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 朱师傅决定再次冒险攀岩 看看能否寻得灰魂仙草 一般就是长在最高最高的学牙的空间 学牙的空间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攀爬 科考队抵达了山地 就是这个前面一两米的地步 哦 现在这儿 朱师傅选择了一棵树 捆绑麻绳 开始进行攀爬岩壁的准备 看到这儿 大家都不禁担心起来 一般的攀牙 都会用很专业的器械 可朱师傅 只用一个绳索 怎么能保证安全呢 而只有成年人 小臂粗细的树木 又能否承受朱师傅的重量 并保护他在崖壁上 腾挪行走呢 一旦出现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儿 我们都分外紧张 朱师傅告诉我们 海耀人都会选择 木制坚韧的树木 捆绑麻绳 两名帮手还会在崖顶 拉拽麻绳 这样会分解很多树木的受力 而他在崖壁上 也会寻找受力点支撑身体 几项保障 都会使他的攀岩十分安全 据朱师傅介绍 灰魂仙草对生长环境 要求极为苛刻 一般会长在绝壁中间的岩缝中 而且繁殖能力很低 经过几百年的采摘 现在数量十分稀少 而朱师傅这次冒着生命危险 又能否顺利找到呢 大家都不得而知 朱师傅刚刚下去二十米时 我们发现 绳索开始出现了巨大的摆图 研究员梁师金告诉我们 张帝村附近的山脉 都是以紫红色沙利岩为主的 丹霞地貌 经过长时间的风雨侵蚀 山体上的岩石 很容易松动滑落 绳索摆幅过大 可能会引起崖顶的岩石坠落 而这可能会对 在崖壁上采药的朱师傅 带去致命的威胁 梁师金研究员的担心 让大家紧张至极 就在大家为朱师傅的安全 担心不已时 最危险的情况出现了 山体上突然掉落下 许多岩石碎屑 幸好朱师傅凭借着 丰富的采药经验 躲过了这惊险的遗顺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仔细寻觅 朱师傅根本没有发现 灰魂仙草的踪影 想到支撑朱师傅的小树 有可能断裂 以及随时会滚落的石块 我们准备让朱师傅 回到安全的地方 停止寻找灰魂仙草 可就在这时 朱师傅突然停在一处牙缝前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远远的我们看见 他小心翼翼的 把手伸进一个狭小的洞穴中 并很快兴奋的转过身 给我们展示了他的重大发现 看到朱师傅踩到了仙草 大家也都松了口气 让朱师傅赶紧回到安全的地方 嗯 好了 好了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好的 买住 朱师傅拿着仙草兴奋不已 他说 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灰魂仙草 极为难找 而科考队的农业专家 也迅速对仙草进行了鉴定 原来 当地村民说的灰魂仙草 是一种名贵中药铁皮石虎 银极表皮呈铁锈色而得名 石虎一般生于背阴的高山绝壁之中 较为常见 可野生的铁皮石虎 在石虎中比较稀少 因为它只能生长在绝壁冻血之中 对环境气候要求极为苛刻 再加上具有异味生金 滋阴清热等独特的药用价值 使它在唐代综合全书 到当中 位于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找到了回魂仙草 朱师傅高兴极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跟科考队聊起了 这些年他采药的种种见闻 而朱师傅的讲述当中 科考队又了解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几百年间 张帝村的采药人 为了寻找回魂仙草 也就是铁皮石虎 几乎是走遍了村子附近的山崖 大家是挖地三尺飞檐走壁 可从来没有人敢涉足 张帝村西北边上的一座山崖 近在迟迟的山崖从不踏足 难道山峰里隐藏着什么奇特的奥秘吗 这让科考队大获不切 据朱师傅说 那座山峰在村口西北方向近一百米的地方 那里密民丛生 村里那些意高胆大的采药人 都不愿意踏足那里 我们这个村子 这个西北方这个山上 我们是没有人去采药 为什么不去那座山峰 虽然科考队反复追问 但村民都是欲言又止 他们在护理什么 看似平常无奇的山峰里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带着一连串新的疑问 科考队决定一探究竟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科考队来到了山脚下 经过梁士经研究员的观察 这座山峰属于太明地区 典型的丹峡地貌 与周围山峰没有大的区别 地形地貌没有区别 村民们为什么不愿意深入其中呢 带着疑问 科考队开始攀爬 这充满疑团的山峰 几个小时的科考中 我们没有发现危险的动物的存在 空气水源也都没有异样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村民们不敢涉足这里呢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 科考队有了重大发泄 就在这座山峰的南侧 在树木遮挡中 大家隐约看见一处黑须须的洞穴 而走进洞穴看到的景象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两三米深 数米高的岩穴中 上百具棺木分层排放 这种景象让科考队队员震惊不已 科考队专家发现 这一处洞穴高约三米 长约二十米 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洞穴 而并排放置棺木的巨大岩石 应该是从洞顶崩塌而来 在进入洞穴后 科考队又有了更为奇特的发现 上面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洞穴 岩穴中的每具棺木里 竟然都空空如影 这让科考队倍感震惊 那又是什么原因 让大家把空的棺木 放在沿穴之中呢 带着这个疑问 科考队走访了当地民俗专家 希望能解开谜团 当地村 他们的一个分水盐 在当地这个分水盐呢 往往就是指呢 这个藏棺木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这个村庄呢 他村庄每出生一个人口的话呢 他就会想办法做一口棺材 放在那里面将来要备用的 棺木呢 能够在这个自然这个界里面呢 存放到婴的时候 在陆地 那这个对他们来说 这个说你能保持 你家族的希望 是有帮助的 通过民宿专家的讲解 我们了解到 这处洞穴被当地村民称为 藏棺岩 只存放空关 以求平安和幸福 这应该就是当地村民 不去这座山上采药的原因 岩穴藏棺的谜团解开了 科考队还希望了解到 泰宁附近的居民 选择在岩穴之中 建筑房屋的原因 经过接下来几天的考察和投访 科考队了解到 由于泰宁地区多雨潮湿 大的岩穴 给这里居住的先民们 提供了天然遮风避雨场所 而岩穴往往又在 茂盛林木的眼影之中 环境清静深幽 冬暖夏凉 自古就有很多学子和大儒 选择在岩穴之中 攻读诗书 开坛讲学 这也让岩穴有了很多文化的存在 而把庙宇和房屋 建在巨大的岩穴之中 在匪患猖獗时 还能居高临下 能起到安全防卫作用 而岩穴所在的紫红色丹牙 和离地悬空的空间格局 又让庙宇和房屋 看起来神秘庄重 种种原因 导致了泰宁地区的先民 选择大的岩穴 作为他们建筑房屋的最好场所 在泰宁地区 大的岩穴可以用来建筑房屋 小的岩穴中 还能生长珍稀药材 中等的岩穴能存观其福 所以在泰宁人看来 每一处岩穴都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的珍宝 千百年来 人们的生老病死都和岩穴紧密相连 而岩穴也寄过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岩穴文化 通过科考队几天在泰宁地区 对丹霞岩洞的深入的考察 让我们感觉 不管是藏观岩 圣锋岩 还是甘露岩 这些天然的岩洞 就是大自然赠予泰宁人的礼物 千百年来 他们巧妙利用岩洞 把自己的生活生产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都与丹霞岩洞巧妙的结合了起来 当然智慧的先民也在这岩洞之中 书写上了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生存智慧 好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李李见 后面